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毫无美感而言 虽然报受之后 跟陈鲁玉被网友们吐槽了 但是她就会一直这么瘦下去吗 不可能的呀 女人都是傻辫子吗 陈鲁玉经过增肥 胖了十斤不止 简直是美错了新天气 别人是一胖混所有 但是她一胖成美少女呀 而且颜值爆表 穿衣品位直线上升 现在的陈鲁玉真的是超级美 现在的陈鲁玉穿什么风格的衣服都能驾驭的了 参加某活动时她穿了一件白色血绑衬衫 搭配了一条黑色高腰短裤 显得她十分优雅 而且相当的简令 四十八岁的她秒定二十八岁小仙女 脚上踩着一双黑色的高跟凉鞋 显得格外的时尚 这样的穿搭充满着时尚青春的气息 陈鲁玉现身某机场时走起来青春路线 看上去就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少女 这次她穿了一件粉色的短袖 搭配了一条不动牛带裤 超级显年轻 没想到胖的陈鲁玉穿衣服都很有型了 而且相当的时尚 脚上踩着一双百搭的小白鞋 更是增添了不少的青春气息 这样的穿搭非常适合七零后八零后们 非常的显年轻 陈鲁玉的穿搭堪称教科书级别的 她的机场穿呆 也是相当有范儿的 这次她穿了一件白色衬衫 内搭了一件灰色的背心 下身搭配了一条高腰短裤 整体上看显得她十分的潇洒 很是帅气呢 尤其是脚上踩着一双红色的马丁靴 十分的抢颜 这样的穿搭很是百搭的 时尚又个性显得整个人就非常的霸气 如今的陈鲁玉已经跟沙轩造型说白白了 这次她打造了一款摩卡波波头 这款发型既是年轻又可潮流 陈鲁玉也从48岁的老大妈变成了28岁的美少女 她换造型就如同整郭蓉一般 前后对于底太大了 而且本是方脸的陈鲁玉 只因这款发型变成了瓜子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